画面中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骑摩托车准备进到公寓的楼梯间 其实这里不是他的家 而是这名男子下手行窃的目标 在这个月初 这一名红性男子到淡水中山北路巷弄内的一处民宅 发现公寓大门没有关潜入公寓内行窃 而当时屋主正好把大批的电瓶放在顶楼 而红性男子研判电瓶可以变卖换钱 于是就将价值数万元的电瓶搜刮一空 这位窃贤他是挑选老旧公寓 那种大门没有上锁的 或者是保全警卫比较薄弱的那种地下停车场 趁细把他进去 看有没有民众不小心把东西移留在车上 或是脚踏垫上 或者是楼梯间 有的话他就把他偷走 警方表示在货报之后 远警发现红性贯窃 骑着作案用的机车正在停等红绿灯 身上的衣服与作案的时候穿的一模一样 而头上美人间的特征更是清楚 因此远警立即将他逮捕 查身份后才发现他也是一名毒品通气犯 而这名36岁的红性贯窃 因为染上毒瘾缺钱买毒 只好四处行窃为生 那因为这位窃贤他的特征非常明显 他理了一个平头 然后美人间非常明显 我们已经锁定这个犯贤很久 那我们一位执行交通港的同仁 在路上看到这位窃贤 骑机车经过 我马上上嫌给他 把这名窃贤逮捕到案 那逮捕到案之后 在他身上发现了海洛易毒品 以及吸食器 那我们全纳也用窃盗罪嫌 以及毒品危害方式条例 把他送办 警方还发现他在8月初 也是骑着机车在淡水中正路上作案 打破车窗行窃 被害人放在小货车内的电钻 等值钱工具 得手后拿去变卖买毒品 但是因为美人间太显眼 让原警对他印象深刻 顺利逮人 而目前警方除了将他 依窃盗罪移送法办之外 更要追查长武的流向扩大正办 记得许多艺带水财报报道